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自贸升级后续谈判 大陆卖场竞相开设付费会员店 加勒福首家会员店在上海开幕 指控竞争对手施压供应商部供货 引发会员店恶战 海地黑帮横行致安恶化 帮派占据港口导致燃料供应短缺 加油站一滴油都不剩 商店无法营业 医院柴油发电磨黑运作 民众发起发工 要求政府出面解决 南韩前总统卢太宇病逝 享受89岁 恢复总统直选制 与推动北方外交为最大成就 但卸任后 因光州事件下令军队镇压 并爆发巨额非法秘密资金 遭判无期徒刑 之后获金永三特赦 日本单日新增314例 是去年夏天以来最少确诊 综合内科医师 拥有各种专科专长 尽可医治新冠肺炎 退可看一般病患 成为医疗线上最理想战利 观众票晚安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今天头条我们要来看的是 没有油的国家 简单来说 已经形同一个鬼城 这地方就是您毫不陌生的海地 海地总统7月遇刺之后 整个国家已经不像一个国家 现在爆发了没有油的危机 海地现在整个控制人民生活的 基本来说是当地的帮派 而不是政府 他们控制了输入的港口 要求如果总理不下台 那么就不会连接高速公路通往港口 首都太子港的加油站 一滴油都没有 而海地原来就是个供电不稳的国家 医院店家全部要靠发电机 现在柴油没有 价格上扬 物价全面飙涨 海地市医院也人去楼空 因为没有油 没有电 医疗机器是动不了 而医护人员很怕被绑架 不敢上班 这是一个围帮 也是一个乱帮 镜头带到海地的首都 已经像是一个完全的鬼城 今天的Focus国际人物 是对南韩历史影响重大的 前总统卢泰宇 89岁 辞世 是从卢泰宇 南韩并入民主化 但是他一生充满争议 卢泰宇是日本殖民时期出身的 他中学的时候 遇上了韩战 征召入伍 就在那里结识了全斗换 改变了他的一生 那么同时 卢泰宇后来也遇上了学运 推翻了政权 1963年 补正希是陆军少将 发动了军事政变 而卢泰宇跟全斗换力挺补正希游行 从此在政坛里面获得信任 慢慢平步青云 当补正希遇刺的时候 全斗换政变就任总统 卢泰宇成为他不可失去的左右手 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南韩政坛二号人物 1987年全韩掀起民主化示威 卢泰宇因为已经被轻点为接班人 发布629民主化宣言 恢复总统直选 当他取得总统大选成为南韩 真正意义上首任民选总统之后 他办了汉城奥运 把南韩推向世界 同时卢泰宇得到信心 推动北方外交政策 跟苏联中国这些共产国家 外交关系正常化 那么9月1日他和北韩一起加入联合国 在整个卢泰宇的执政期间 南韩经济大幅起飞 成为四小龙之一 全民生活福利都大幅的提高 但是卢泰宇在93年卸任之后 并不平静 金永三上台开始清算他 说他收受巨额资金汇金 那么全社会追究卢泰宇 军事镇压光州事件 所以他和全斗坏一起受审 到97年才被赦免 卢泰宇之后呢 常年疾病缠身 他在26号因病去世 盖棺很难论定 南韩政府毅然决定用国葬的厚礼纪念他 援手难当 美国总统拜登现在的支持度居然不过半 他的声望会不会更低 要看下个星期 维吉尼亚州州长选举 原来稳操胜算的是民主党 于是拜登同党候选人 但是呢 因为国会意识空转 他被拖累了 共和党候选人现在已经追上 两个人陷入紧绷的五五波 美国各地依旧有选务人员 其实是持续受到暴力的死亡威胁 您大概很难想象 前总统川普都下台那么久了 他依旧继续不断散播 没有根据的选举舞弊论 在他的影响力之下 美国现在的州长选举 面临了极大的选务考验 回去传媒关注今年气候变迁 所引发的气候怪象 几乎每天都有不同角度的深入报道 来看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今年爆发大量的海牛死亡 原因是因为海牛吃的主要食物海草 因为水源污染极度短缺 活活地被饿死的海牛 大概在今年就是平均 佛罗里达州过去五年 年均数的五倍之多 同时做了一项万人的大调查 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 在26岁以下的都经历气候焦虑 意思是他们过半认为 人类最终将会走向灭亡 不确定这个地球 能不能带他们一起走到未来 而报道里面唯一的希望 是澳大利亚科学家发明了 全世界唯一专利 能够储存热能的砖块 一起来看看 广告之后我们要来看的是 您会不会看到一些国际组织 这么长的名称 人常常看到这个新闻 就会想转台呢 广告之后我们要来报道的是东协 不过东协俨俨然又成为 美国全面抗中的一个角力厂 美国带着一亿美金 重返东协还有四千万剂的疫苗 帮助东协国家 李显龙在这个时候发声说话 他希望强权国能够自己克制 不要让他们关注的印太地区 仍沦为强权自己争权夺胜的角力厂 待会儿来了解通协如何变成美中新战场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将展开上任之后 第二趟欧洲之旅 他将会晤一生惺惺相惜的天主教教宗方极各 惺惺相惜通常不是指田如蜜的关系 而是彼此在价值信念甚至信仰上有难得的共鸣 虽然美国总统就职都会按着圣经发誓 但是一直到了拜登 美国史上才出现第二位天主教的元首 关于堕胎与否或者同治平权的普世议题 在开放多元的美国都挑战拜登的执政智慧 他如何忠于自己的信仰 而并非完全是教会的信仰 这对范蒂冈来说 拜登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指标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周四展开上任后 第二趟的欧洲之旅 第一站先到罗马参加聚团体领袖高峰会 期间他也会与私交甚堵的教宗方极各会面 拜登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也是美国史上第二位天主教总统 之前一位是约翰甘乃迪 教宗方极各与美国前总统川普 从疫情到后疫情 这个事件变化的速度 有如因素之快 这对高龄的美国总统拜登来说 是实在是很大的执政压力 时隔四年美国回归东协峰会 也是拜登周二在东协的视讯峰会上 砸出了一亿美金 加强跟十个国家合作 他想凸显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 拉拢盟友 那么不再与中国靠得那么近 而美国的战略盟友英国 也随着加入东协 他是东协二十多年来 第一个全新的对话伙伴 另外美国还提高了 对中资企业的警戒 中国最大的电信商 中国电信在美国的子公司 运营了二十年了 突然因为一纸命令 连根被拔除 美国的理由只有一个 国家安全 而且还是扣了一个同样的帽子 说这个东华电信 美国的子公司非常有可能 为间谍搜取资料 另外还有就是TikTok 因为涉及用户隐私的问题 在国会听证上遭到参议员围剿 好 关注东北亚 日本的疫苗覆盖率 不管一剂二剂都达到了七成 也就是全民免疫 来看会员制的大卖场 对台湾人的消费来说 非常稀松平常 但是这是中国大陆 在零售业的新主流 因此竞争非常激烈 22号在上海才开了 第一家家乐福的会员店 但是很奇怪 刚开幕的店 尤其是这个大卖场 怎么会爆发 货架上没有东西的缺货危机 结果录影拍到 在加勒福的大卖场外 看到有人一次只买一种商品 扫货扫光之后 拿到门口交给另外一个人 同时领钱 显然是竞争对手 雇人来扫货 而扫货大巨 只要把一种货全部扫完 让别人都买不到之后 立刻退会员卡 不再加勒福消费 那么这种恶性竞争 其实别的零售商也承受过 只是这一次加勒福 把它全面揭露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 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